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 Maps哥哥打遊戲說心事 今天好突然 想錄下一些我對最近新聞發生一些事的看法 我很少會遷就一些新聞發表我自己的意見 最多是邊玩遊戲時邊說一下自己的近況 但是這幾則新聞令到我自己覺得是很 心裏有些不舒服的感覺 我必須要說出來 也有我自己的看法希望大家會了解更加多 想得更加多 所以我也借這個機會去分享給大家聽 不買那麼多關子 這個是一人的獨腳戲 我這次身邊沒有松田 沒有其他的攝影師 沒有導演 最主要是我自己一個 而我這次跟大家分享的不可抗力的MV 也不是即將拍攝的一火不變的心的MV 而是我對生死的一些看法 好 首先 講講的就是 最近 香港發生的一兩宗新聞 就是學童 不論是17歲的學生 或是11歲的小學生 中學生也好 小學生也好 都選擇了 用自殺的方法去解決問題 去了結自己的生命 我自己今天看到這些新聞 其實個人是很不開心的 其實香港發生了這些事情 已經不是第一天發生 也不是第一次發生 其實這幾年已經 累積有很多的中小學生 選擇用自殺去解決問題 解決自己的生命 這一個是對成年人 對社會的其他人 對家長來講 或者對學校來講 是很大的影響 大家都不明白為什麼那些小朋友 會走去做這件事 大家都不明白為什麼 就是不跟 人去分享 不讓大家去幫助他 這樣 香港這個情況其實是 不說得上在世界各地來講 是一個很普遍的現象 但是 在香港現在發生的一些事情 其實我自己都感受得到 不論是氣氛 對年輕人 對兒童 現在的成長 對他們的一些看法 或者是評論 一些社會的輿論 對他們幾不公平的一些標籤 我自己 我自己的背景因為是社工 今天我就用一個社工的身份 去講一些我自己的提法 我 以今天的例子就是 一單身份就是 一個17歲的中學生 然後就交下了一些他自己的心愛的物品 包裝好 然後就給了一些他值得信來的同學 或者他想交給的同學 甚至是對著班主任 遞了幾封信 等班主任去轉交那幾封信 給他一些 他想和他 有些最後聯絡的同學 這樣 整件事聽下去是 就是 有很多的安排 自己看得到 他是有 心思熟慮過 不是一時的衝動 去了結自己的生命 也就是 給大家看到一件事就是 現在的年輕人 或者是一些兒童 他們去 跳樓 或者是 用其他方法傷害自己 並非真的是大人眼中的一時衝動 其實他們是會有想過的 他們也會知道 是有一些後果的 不是單純什麼都不想就這樣去 我想這是一個過時的想法 而往往他們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我們可以說的就是 是不是想得不夠周長呢 那 在他們眼中 我嘗試站在他們眼中 而 的而且確 情況就是 他們在一個很絕望的階段 沒有一個 沒有人明白他的心情裡面 亦都是沒有一個 可以被他傾訴的一個對象 的情況之下 他沒有一些路可以去選擇 他看不到自己很迷失 所以只是看到 這個可能是一個他解脫的方法 那他們就用這個方法了 我自己看完是很... 沮喪 很傷心 那... 我自己立刻在Facebook 就打了一堆文字 就覺得他這樣做很傻 很笨 為什麼要把自己帶好的前途放棄了 我... 我覺得... 嗯... 每個人都有低潮 人生都一定會有 不開心的時間 我們永遠不可以每一天都很開心 過得很開心 每一天都過得很順利 我們人是有順境有逆境的 我們的生活都會有些高低起伏的 我們可能會遇到有身邊的人離開我們 因為新路病死是必經的 那... 我們作為... 即是一個成年人 我自己 又或者是... 任何一個人 其實這個是我們一定會體驗到的事情 那... 即使是每一個難關來到的時候 是不是應該要學會去面對呢 又或者是應該要學會去解決呢 又或者是應該要學會去解決呢 嗯... 我明白現在的小朋友 或者是現在的年青人 都有很多的難題 遇到 那... 如果大家不怕悶的 我分享一些我自己的經歷吧 我在中學的時候 又或者我自己的成長 其實都不是一個非常順利 或者是非常之... 過得開心 很幸福的人 那... 家裡有家裡的問題 那... 我自己 在我學校裏面讀書 當我升上中學的時候 我是被一些同學試過排斥 即是... 不同的做朋友 或者是我在中學的時候 一中二過得非常之不開心 那一兩年 也都試過被... 即是同學者欺凌 真是... 改你花名 這些很少兒科的東西 或者是... 有一些針對你的行為 不斷在其他人 身邊去講你一些壞話 影響別人對你的看法 其實... 很多年青人在中學裡面 都會遇到這些情況 要不就是你是欺負人那個 要不就是你是被人欺負的那個 其實不外乎就是這兩種情況 那... 我自己都經歷過 我自己都遇到很多這些不開心的事 我試過... 是不開心到不想上學 那... 而... 當時的 我是選擇了跟家人說 那... 我媽媽聽到我是很震驚的 因為她沒有想過 學校會有一些同學會嚇我 因為我... 很純品 很簡單的 為什麼會有些同學會針對我這個人呢 那... 那... 當時我還記得 我家人 帶我 在學校 裡面 下了課的時間 好像放學的時候 特地找班主任去談 那... 當然啦 班主任當時都沒有太多這些 處理學生問題的技巧 可能處理得不太好 純粹是試試調位 或者是跟一些欺負我的朋友說兩句 但是這件事其實是沒有 對整件事有很大的幫助 因為... 即使她說完 那些朋友要欺負你 那些同學要欺負你 那些同學要欺負你 要取笑你 是繼續會取笑的 不會因為老師說 不可以這樣笑同學 他們就會停的 就是不要那麼天真 那... 而我當時我也是... 就是... 在這個... 被欺凌啊 被人排擠啊 沒有什麼朋友的情況 在這個環境之下成長的 或者是因為這樣 所以我長大之後 我決定要做一個社工 因為... 我覺得任何的年輕人 都需要有些人在他身邊幫他把 或者聽聽他說一些心事 那... 我很幸運的就是 當時我的媽媽 就... 很願意去聽我說那些心事 那... 我有一個人可以讓我 不斷說自己一些不開心的想法 而同一時間 我媽媽她會給我很多意見 她們改你的花名而已 你不就當她唱歌咯 你不就當她們跟其他人說話咯 因為這個不是你的名字 你沒有需要應他 慢慢慢慢聽得多 我媽媽教我的一些方法 我自己嘗試去用 那我試過... 發覺就是當那些堂仔再改我的花名 去講我笑的時候 當我不給他們反應的時候 因為一隻手是爬不響的 我不附和他 我不生氣 我不發脾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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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此之後我明白就是 原來有些問題 我自己 面對的時候 我沒有辦法自己一個人去解決 那我必須呢 就要找身邊的朋友 或者是家人 聽一些他們的意見 那... 那... 那這個是我自己在 在初中成長中遇過的一件對我來說很重要的事 直到現在為止 我都覺得媽媽當時的幫助很重要 如果沒有她當時幫助我的話 可能我會收藏自己 甚至不敢再跟任何人有接觸 因為我覺得身邊的人會傷害我 而過了那件事之後 我又有跟一些社工聊天 因為我不懂得怎樣跟別人做朋友 也透過參加一些小組活動 學一下怎樣跟別人交朋友 怎樣去表達自己 這件事是慢慢令我改善的 學會了更多方法去認識朋友 跟別人聊天 這個就是我以前發生的一些經歷 我拿這個經歷出來跟大家分享的原因 就是想現在正在看的觀眾 或者是年輕人 甚至是小朋友 兒童 你們看到的時候 其實 我們在你身邊存在 也有很多人跟你一樣 會遇到很多不開心的事情 不開心是會有的 在讀書的時期 功課壓力是很多的 很繁重的 我現在除了入學校做一些工作之外 也有跟一些小朋友補習 我知道大家的功課是非常多 學校給的功課 甚至是老師自己都改不完 給了是不對的 我明白 所以你們是必須要做 但是同一時間 我都知道這些功課 對你來說是非常無意義 也不知道自己浪費了這麼多時間為甚麼 所以這個就是我曾經經歷過 而我明白大家現在遇到的一些情況 或者還有其他一些你們遇到的情況 其實是不是都可以身邊的人去說 等其他人去幫你們 我自己看到這些新聞的時候 其實覺得很不開心的一件事是 為什麼不說出來呢 為什麼不讓我們去幫你們多一點呢 學校裏面有社工的嘛 你可以找他們去談的 而同一時間 我自己曾經做過住校社工 我在學校裏面也的確遇過企跳的學生 那麼 盡力去幫吧 我知道我自己都會有限制 社工不是萬能的 也要明白 不是每個社工 你見完他就可以解決所有的問題 我們不是神 我們是聽你的聊天 跟你聊天的過程 聽你的問題 看看盡量有甚麼可以令你覺得舒服的 可以給你一些意見 你自己去參考自己的嘗試去改變自己 這個只不過是我們能力做到的範圍 就等於我以前的媽媽去幫我 她會聽我說 然後跟我聊天 不要把我們在學校裏面的角色神化了 其實 社工在裡面是很大限制的 我們處理很多很多的學生 也不是每一個學生都可以處理得那麼好 因為你們很多的問題 有時候真的要說出來 我們才可以幫到 而在你們心目中 我們未必是你值得最信任的人 因為可能不知道怎麼開口 又或者是不知道可以怎樣 把問題可以說得清清楚 可能因為太長了 不懂得去表達 你可以找你一些值得信任的朋友 你想說的人 去跟他聊天 不要藏起來 藏起來的時候 後果就是你會想不開 很多事情你會是 再想下去的時候 會 不知道怎麼解決 然後就 可能好像新聞裡面的一些人 那些年輕人 那些小朋友 用了一些錯誤的方法 以為自己能夠解決問題 其實我要跟大家說 包括你現在正在看 又或者是 我不知道有沒有其他人 會留意得到這段影片 死亡是解決不了問題的 而在我眼中 解決問題是有很多很多的方法 之間是其中一個方法 有些東西可以沖淡的 在成長的過程裡面 我們沒有遇過挫折 沒有跌倒過 是不會令到自己在這方面 學會一些東西的 我們永遠都是在錯誤中學習的 所以如果你遇到困難的時候 其實就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讓你去學習 令到自己可以更加堅強 令到自己在這方面 成長了之後 不會再錯 錯其實是一個必經的階段 對於任何人來說 我們不要逃避 而我自己說多些例子 其實由香港有很多年輕人自殺的時候 我自己一直都在想一些方法 去把我的想法告訴大家 而故此當時選擇了拍攝 用一個名字 挺好聽的 叫預休一族 希望可以幫現在的年輕人 包括你們 甚至是小朋友 把你們的心聲說出來 說給大家聽 說給成年人聽 這個是預休一族的一個想法 而Youtube頻道的朋友 如果你現在看這條影片的話 你是絕對找得到 預休一族的唯一一條影片 在一班小朋友的遊戲情況狀態之下 拍攝 好了 我自己在預休一族拍攝完之後 拍攝了一集 其實應該可以拍下去 我就找了其他人一起跟我玩 而他們就提議了 不如我們拍一些另類的題材 不如拍MV好嗎 所以我們就選擇了拍MV 歌曲就由一班年輕人選給我的 他們選了給我之後 我便把這首歌 重新製作一個新的劇本 寫成了不可抗力的劇本 當然啦 這個劇本裏面的主題 是講同性戀的 是非常之苦真意性的 但其實這個只不過是其中一個 香港時下的現象 大家是遺忘了 但一直存在的一些現象 而其實這些情況 大家好像不去碰它 但其實很多人 在這個情況下是有需要的 大家有不同的性傾向 大家都有不同的權利去愛 其實這個是我們都想表達的一個意思 而在不可抗力裏面 最重要的一個部分 為何我這次在這段影片說 原於就是因為在拍攝的過程裏面 我是用了一個很激烈的手段 用角物自殺的方法 將我在MV裏面的那個角色 去了結自己的生命 就跟現在很多的年輕人一樣 遇到困難的時候 就用自殺 以為是可以解決問題 去了結自己的生命 當時在拍攝的時候 其實就 自己沒有想過的影響有這麼大的 因為在整個劇本寫出來的時候 都是希望可以 令到更加多的 看的觀眾 包括年輕人 可以反思 其實作為一個人 我們是否應該有能力 去面對任何的困難 我們是否應該可以在逆境裏面 掙扎求存 我們是有這個能力 可以跨過很多障礙 而當我們選擇放棄自己的時候 我們會面對什麼後果呢 其實就是在不可抗力裏面 我想交代這件事 當然MV一首歌的限制很大 所以我們繼續拍攝下去 有夢的MV 然後拍了《岸門刀手傷》 甚至是現在繼續拍攝的《一火不變的心》 我說這幾個MV 其實來來去都是一個重點 就是希望大家明白 如果你很容易放棄了你的生命的時候 有一群人 是會因你 這個決定 而受傷的 而同一時間 這群人 他們會帶著很多的遺憾 那 那 值不值呢 各位 遇到不開心的你 你有不開心的時候 是不是也有想過用這個方法去解決問題 那 這個方法 其實 是一件最好的方法 那我在MV裡面就是希望用一些 拍攝的技巧 以及劇本的內容 讓大家明白這一點 那 當然 奈何的主題被《同性戀》這件事蓋過了 那 就 不是太多的人 能夠在不可抗力的MV裡面看得出這件事 那 所以我就 再特地和松田拍了很多的訪問片段 希望在訪問片段裡面 緩成一些信息 或者將這些信息再繼續帶出去 而訪問片段的點擊率當然不是太理想 而今次 我也不希望這個片段可以有很多人看得到 我也是純粹盡自己的能力 希望在這640多位的訂閱者當中 有 近 最多的人可以看得到這件事 而將我這條片的訊息分享出去 因為 在我眼中 其實 每個人的生命都是非常之寶貴的 我接觸的小朋友 大家都非常之開心 即使他們是有學習障礙 可能是專注不足 可能是讀寫障礙 可能是過度匯約 甚至可能是自閉症 但是 他們也是過得很開心 即是學習上是遇到困難 但其實他們是可以在生活上 都得到他們的快樂 而這種的快樂一定是來自家人 對他們關心 我們對他們的關心 我明白社會現在的氣氛不太好 或者這個制度太扭曲 令到很多年輕人對將來感到很絕望 但是 這個社會可以變的 很多東西是可以變的 那你是可以成為變的一份子 那為什麼你不用你的力 去幫忙去改變這個社會 而你選擇了去逃避呢 我自己在我這個崗位裏面 我很努力地把一些我的看法 我的信息帶出去 我進入學校裏面的時候 或者我在補習的過程裏面 我都盡力去教學生 希望他們明白很多的道理 因為讀書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是懂得怎樣做人 而我明白香港是對教育制度 有很多不滿 小朋友讀書很辛苦 我看到大家讀得很辛苦 我自己也曾經讀得很辛苦 所以我知道你或者身邊的朋友 或者其他人 大家未必是讀書的材料 而在讀書的過程裏面有很多壓力 所以我現在想告訴大家 讀書不是唯一的路 就是如果你覺得自己讀書的能力是不行的時候 其實只要你盡了你的能力 你學到多少 其實就已經很足夠了 而你重要的就是 怎樣去做一個好的人 在將來社會做事的時候 堂堂正正 做一個正直的人 正實的人 和身邊的朋友 建立多一點的關係 有多一點的生活圈子 擴乎你自己的眼界 其實這件事 比你在書本上學到的知識更加重要 我們說在家靠父母 出外靠朋友 我也說 幸好我在讀書的過程裏面 認識到很多同學 連這些同學也成為了我的好朋友 所以當我畢業之後 其實我一直都遇到很多困難 我不是一個很順利的人 我是每一樣東西都是很多的挫折的 那我身邊的朋友 是不斷給很多的支持我 給很多的鼓勵我 可以令到我一步一步去跨國 那 其實很多人都可以做到的 那為什麼現在這一刻的 你看到的時候 你會覺得是這麼絕望 要放棄呢 我 我覺得 很傻 看到那些新聞 一單一單發生 那當然啦 自己的能力有限 那 但是其實 作為家長也會傷心 身邊的朋友也會傷心 那為什麼要這麼傻做這些行為呢 這麼笨呢 那 那 是不是沒有其他方法解決 不是 是一定有方法解決的 其實有些事情 可能對你來說 是 很難處理 一個人是 處理不了的 很困難的 但是如果你拿出來說話的時候 身邊的人可以幫你 可以跟你一起走 可以跟你一起經歷 可以給你很多的支持 你是絕對可以有能力跨過的 你一個走不了 大家扶你一把 如果你看到這裡的時候 你覺得自己現在 在遇到很多的困難 遇到很多的不開心 生活好像沒有一個方向 很迷失的時候 我請你 找一些你值得信任的人去說 又或者 你在我Facebook下面留言 或者在我Youtube這條影片下面留言 我一定會 關心你 我身邊的朋友 都是會這樣關心我 其實大家都會互相關心對方 你要說出來 別人才會知道你是有需要 這是我們必須要做的事情 如果你能夠踏出這一步的時候 我相信我Youtube的朋友都會關心你 所以 請你 如果你有機會看到這條影片 而你正正處於低谷的時候 都要明白 每個人都有低谷 我都有試過 大家都有試過 我們不應該用一些消極的態度 去解決問題 這樣其實是沒有解決過問題 還會令到身邊的人受傷 我希望 如果 你真的有想過 用一些很傻的方法 去傷害自己 你 請你停止 這件事 是不值得的 你不是傷害完自己之後 別人才會關心你的 如果關心你的人 他是會制止你 保護你 不會令你受傷的 而不是要你傷害完自己 才會再關心你 所以 請你講出來 跟身邊的人講出來 可以講的 跟老師講也好 跟朋友講也好 甚至是 在Youtube上留幾句話給我看看也好 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幫到你 我又不知道身邊的人可不可以互相幫到你 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你可以打消你那個很傻的念頭 可以停一停 想一想 有一些事情其實還可以做到 未去到這麼絕望 如果你有 一直有留意 我的Facebook 或者有留意我Youtube的話 我一直都是在帶出這些訊息 希望大家身邊都有愛 愛這件事其實很重要的 可以支持一個人 令到他很有信心 而我這種能量是可以傳染的 可以令到更加多的人感受得到的 不好意思 我是一個很感性的人 所以我很容易哭 那 誰說男生不可以哭呢 是不是 但是 我 不會只是因為自己的事不開心而哭 我都會因為大家遇到一些不開心的事而傷心 那 所以 你是絕對有人明白你的 一定會有人了解你的遭遇 如果你能夠說出來的話 很多人是可以幫你的 我希望大家看完這條片的時候 真的會明白 愛一直在你身邊 一定 一直有人會在你身邊 存在 等著你 叫一聲 他們就會來幫你了 不要那麼傻 愛自己多些 將來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下去的 你可以去 這個世界這麼大 你很多地方沒去過 是不是 其實世界很美好的 香港可能很辛苦 你覺得生活可以 你可以去其他地方生活也可以 你可以去外國的 你多些感受一下外面的大自然 其實是很美好的 有很多的生命在這個世界上存在 我們有很多人 和大家是不一樣的 可能是殘缺不存 可能是有病 有長期病 甚至是有絕症 他們都很努力這樣 為了生命去掙扎 去求存 為什麼你要放棄呢 為什麼 因為一時的一些想不開 一些的煩惱 甚至是突然間對生活沒有方向的時候 就要放棄自己呢 你沒有方向 又沒有人聊的時候 你便做一些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你喜歡聽歌便去聽歌 你想看戲便看戲 你想打遊戲便打遊戲 你可以做一些事情令自己開心 讓自己平靜下來 然後再想一下 是不是有其他的方法可以解決 有時候如果我們 在一個太 情緒低落的狀態之下 是想不到一些解決方法的 身邊朋友幫不了你 你覺得身邊朋友不幫你的時候 自己都要學會幫自己 做一些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對自己好一點 我 沒想過可以這樣跟大家分享了半個小時 我最後想跟大家說的一件事 就是 希望大家珍惜生命 珍惜身邊的人 不論有不開心的時候 是你還是你身邊的人 多些關心他 多些關心身邊有不開心的人 如果你自己不開心的時候 亦都要主動告訴身邊的人 你有什麼困難 有什麼煩惱 讓身邊的人都可以幫你 或者我先說這麼多 再說下去又是三腹皮了 我希望大家 即是未來的生活會過得很愉快 亦都希望大家 在困難的過程裡面 學會得堅強 學會得在裡面 吸取一些經驗 成長 我希望大家 可以留言給我 如果你真的遇到困難的話 不妨 說出來 或者隨便找我 當然 你也知道我不是一定可以幫到你 但我是可以聽你說話的 那麼 多謝你花了半個小時 看這一條 很沉悶的片段 記得 愛永遠在身邊 珍惜生命 沒有自殺 拜拜